其实还可以更多 其实有教童也会一直问问 就是说老师这边是中黑体 那这边可不可以把它变中黑体 那当然可以 OK 怎么变 其实道理也是差不多 就是说两个方法 一个就是说你可以做一个输出 然后改一个 输出改一个 一个一个慢慢改 另外有一个是说你全部做完再一起改 就用Range 一个是这个一个一个慢慢改用Sales 一个全部一起改 那就用Range 至于写法的话当然 因为我如果用Sales来改的话 就是你可以怎么样 先在这边再加一行 把它格式化成整数之后的话 然后下面这个地方 你就怎么样 一样先用Sales 瓜葫先不加 然后点什么 它就是字的名称 所以它叫做字型 字型就Fone Fone的名称 点什么 应该有个点Name 有没有 有个Name 对 点Name 等于什么 那就把微软正黑体加上去 然后瓜葫也就先加一下 瓜葫放在这边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你就把微软中黑体 你也可以自己打 如果你怕打错的话 你可以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直接怎么样 这边点一下 然后你会看到一个叫微软 应该叫正黑体 OK 那你就把这个微软正黑体 这几个字怎么样 把它复制 贴到哪里 贴到我们开发人员 那个程式的里面 这个双引号 这样就OK了 也就把这个储存格 变成微软的正黑体 那我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刚刚这个我是手动 把这个也许复原一下 清除它的格式 再跑一下 清除 输出 有没有 输出格式之后 然后再把它格式化成正黑体 也不能叫中黑体 你打错之应该也出不来 当然这个也没完没了 最后当然也有同学说 老师那是不是可以再画格子 有没有 可不可以 这边有格子 这边没有格 那框线怎么画 前面交过 有没有 自己再画一下吧 所以理论上 只要你滑鼠键盘能做的事情 其实VBA全部 通通都可以代劳 那更多的地方就是说 这个程式它可以 全部 按用回圈的方式 全部自动完成 而且可以大量的完成 反正你所有的事情 都可以把它写成程式 然后一次性的全部就完工了 那如果每天都做同样类似的事情的话 你就可以一次全部都 那这样不是就会节省很多的力气 所以当然这可以设定一个目标 也可以 往那个方向去思考 清除丢出去 那再来的话呢 另外就是月考 我如果要把刚刚的这个公式 转换成VBA类似的程式的话 那我该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一样切到visual basic 我刚刚讲到这边 OK 月考 那习惯上 反正你如果有这个公式 那你可以看着它 来 照着这个概念 来把程式打在这边 那我大概 有点像翻译吧 这个是exual的公式 可是如果将来呢 在VBA里面 你该如何撰写 我刚刚讲过 固定的位置就用range 那如果说它这个13将来下一列 就变14 15 16的话 那你就不能用range 因为它这个数字会变动 那我们要用哪一个呢 用sales sales刚好先列在蓝 所以两边颠倒 那我们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13将来变14 所以必须用什么 用i来代替 有没有 逗点 然后蓝的部分就是用d 就是写成这样就可以了 有没有 应该可以看懂这意思吧 因为将来这13会变14 14会变15一直往下 那所以我这个就把它改成i 那这个的话呢 就是原来它的蓝 所以就把它改写成这样子 所以将来呢 只要看到类似这样子 就把它改写成这样子 那底下这个地方 乘号都一样 后面固定 所以就把它乘以 乘以什么呢 固定的位置 直接打什么range 然后那个固定的位置叫d11 这样就ok了 这个只有第一次月考的成绩嘛 那第二次月考的成绩怎么怎么做呢 其实好像有些蛮相像的嘛 只是把d改成1就好 所以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加上这个贴上的结果 然后把它改成1不就好了 然后这样子 那f呢 一样嘛 不就是再来一次 把这个再复制到后面去 然后这边把它改成f 然后前面这边把它改成f 好 程式大功告成 应该可以看懂我的 我在做什么吧 所以我把这个再把它拉开一点点 然后这个再把它拉过来 我好像这个有点太长了 翻译的结果 所以特别注意哦 输出啊 所以你会发现哦 他这个exale的公式也是有个等于 就有点像这个等于 那其实前面理论上 感觉应该是有个地方去接啦 那其实这个接的地方 就是那个储存格啦 所以那个储存格 他就干脆什么 他就就就不用不用不用 只是说VPA里面 因为我要指定一个位置给他丢结果吧 所以我们写成这样子 就把后面的结果丢到前面去 那特别注意哦 非固 这个非固定的就是i 这个词会变动的话 那你把它写成i 这个d 因为先列在栏 固定位置的话就写成这样子 因为他有钱的符号 只要有钱的符号就写range 那后面其实都一样嘛 应该可以看懂这意思 所以以后的话 如果你工作里面有类似的这种公式 那你就要慢慢懂得怎么把它做转换 其实range它有两种用途啦 它可以指一个范围 也可以指一个储存格 OK 所以它有点像两用的啦 OK 所以常常会confuse说 老师range不是范围吗 其实它意思是说单一个储存格也可以称为叫做范围 意思是这样子啊 所以慢慢习惯之后大概会比较其实你的问题也蛮好的 只是说有的时候我固定位置我就写这样子 所以常常同学会confuse说老师你sales也是一个储存格 那range也是一个储存格 那为什么你这样用 我主要原因是因为如果那个利号会一直变动的话 那我就用sales 可是如果那个利号跟蓝号都不动的话 那我就用range写会比较方便 但是你想 不过其实说真的这个当然也不是绝对的 有同学问说老师那我可不可以把这个sales改写成range呢 其实也是可以的 只是说相对起来是比较不恰当 坊间也有书籍吧 我不知道也有人这样 我改个可以看 如果你不写成sales 你可以改成什么 你这个的话你可以改成改写成用range来表示 那你可以写成range 然后刮壶 d籃一样 所以就这边一样打一个d 那后面的话 这个13会变14会是i 所以后面的话你就空一格and i 然后空一格 然后后面的话就挖壶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你可以写成这样子 也是可以的 ok 也就是意思说那个d13 那这个d13后面将来会变141516 所以你也可以把i串在后面 那就等同于刚刚写的sales的那种写法 结果是一样的 ok 只是说 当然同学问说老师那你为什么不就这样写就好了 其实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写这样子跟写这样子 我会觉得这样子会相对比较好理解 这样子的话相对的其实会比较起来没有那么好理解 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懂我的意思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当然写写法有好几种 那只是说我们就大概用这种类似的方式把它完成 所以我还是把它改回来 ok 所以这个干脆我就把它注写到底下吧 像这个可以把它底下加个单影号 那你可以把这个我把它翻到这边来好了 那实际上就等同刚刚这样的写法 这个改成D 不过感觉还是写上面的比较顺一点 为什么?因为反正i就放在瓜糊里面就好 你不用还要串接放后面 ok 所以两个写法都可以啦 不过有时候我会取舍 主要原因是因为哪一种写法比较好理解 那我就用比较好理解 而且比较不容易出错的写法去撰写那个程式 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 程式真的很麻烦 每个作者每个老师写的都不一样 ok 也就是绝对没有标准答案 那我的习惯是我会找一个相对于比较 比较相对恰当的写法 叙述给各位了解 ok 那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就已经把这写出来了 然后最后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让它walk 所以最后的话呢 当然一样可以把它做输出 然后变成一个按钮 所以把它清除掉 最后丢出来 结果也会是一模一样的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我一样把它放在云端白板上面 就是这个 在这里 ok 这一段 那不过这个前后颠倒了 结果没差 我刚刚旁是先写这一个再写这一个 结果一样 ok 那这个做完之后的话 待会请各位再练习下一个三米符 三米符其实 数学函数里面蛮重要的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呢 比如说我今天要统计 这个有好几个部门 其中当然只有 这边只有两个部门 他们个别的奖金加总 比如说这个销售部 销售部的加总应该是多少 那我要怎么加 那其实这边的话 你可以用插入函数 我让它找那个销售部的话 那这个地方的话 可以用什么 三米符 那所以你往下找 就是三 托达上面 三米符 那三米符 底下还有个三米符 S 有没有 那三米符是指的是 如果你的条件只有个部门的话 你用三米符 但是如果未来你的条件不止一个 可能是有部门 可能有地区 可能还有什么产品 好几个栏位条件的话 那你就三米符 S 去做判断 所以其实顾名斯拉 它等于是有点像 把三米跟一符 两个函数变成在一起的那个感觉 其实还蛮好用的 蛮常用到的 按确定之后的话 它会问你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Range 这个Range指的是你要判断条件的范围 所以基本上我大概记是这样 记这两个是一组的 哪个范围的条件 然后最后才是加总的范围 所以我要判断的条件 这样的部门 然后我要找什么 我要帮我把销售部帮我加总 所以这边的话 你就跟他讲说条件就是销售部 销售部 当然一样它会自动加千或双以后 那SumRange指的是要加总 就是这个奖金 然后按确定4500就加强 这边的话是开发部 所以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你把这个公式复制一下 然后再把这边贴上 这边把它改成开发部 这样就把分别去加总 这个其实蛮像枢纽分析表 其实这个地方也可以用枢纽分析表来做 只是说 这个地方用枢纽分析表 感觉有点像拿大炮 打... 没有用那么多 用3米5就好了 所以有的时候简单的事情 你就简单处理吧 你不要什么事都一定要用枢纽分析表 OK 所以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销售 它的销售额大于5万的 有几个人 所以这个地方不是哪一个 而是可以用计算的 计算的方法的话 一样就插入函数 一样用最近使用过的 3米5 然后Range指的是要判断条件的范围 就销售额的这部分 如果大于5万的话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还可以用计算的 大于小于等于都可以在这边给它条件 然后如果是的话 就把销售的人员帮我把它计算出来 按确定就OK了 3米5的函数应用 不过当然各位可以想想看 如果说你今天不用3米5来做计算的话 也没有办法写VBA来完成 也许这边有按钮按下去 自动帮我产生这两个结果 怎么写 这个地方的话就牵涉到 所谓的资料累加的问题 那其实 如果你用VBA来写可以怎么写 For i 等于第三列到第七列 if它的B栏 B栏里面的这个资料等于销售部的话 就帮我把后面C栏的结果累加起来 累加OK 那最后把累加的结果 因为可能需要一个变数 最后把那个变数里面的结果 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来 OK 然后另外还有开发部 丢到这边来 该怎么写 也可以想想看 答案的话 其实云端上也有 我是放在哪里 在这里 有没有 奖金这一个 有没有 For i 等于三到七 如果那个B栏里面的资料是销售部的话 就帮我把这个C栏里面的资料 累加在Sum A这个变数里面 那怎么累加 其实累加就这样写就可以 Sum A预设值等于0 等于他自己本身再加上他要加的那个东西 他加完之后再帮我放到前面 这种方式就是所谓的资料累加 这很重要 OK 以后如果说你要累加 他就像那个Sum B这样的做事的话 就写成最后丢到哪个储存格呢 最后丢到 比如说E 丢到这里好了 那这个储存格叫E8跟E9 对不对 那你最后的话你就是把它写成Sum A 把前面就用什么E8这个储存格 丢进去就可以 E 有没有 把这个Sum B把它丢到E9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 这个Sum 这个我想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乱乱看 我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像如果刚刚那个部分 假设我把它输出到这个跟这个的话 结果一不一样 一模一样 有没有 其实如果你不用Sum B来做 VBA也是可以写出来 也许自己可以再转转看 这个是累加的写法 这个是丢到储存格的写法 OK 所以你也许可以模仿 反正慢慢多增加一些范本 以后你在写VBA的时候 应该就会更加的流畅 OK 那请各位试试看 把刚刚讲的那个 就是这个 跟三密福稍微试作看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